而且今天我其實講到這裡 我都懷疑放這個說 李梅真有嚴重媒體恐懼症的 你在幫他擦脂抹粉嗎 說他有媒體恐懼症 你什麼都沒準備 你當然有媒體恐懼症 如果你是個草包 你當然有媒體恐懼症 因為你不知道講什麼啊 對啊 因為其實這個不能叫擦脂抹粉 他是一個切割的味道在裡面 切割 為什麼切割味道在裡面 因為其實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場補選補選完後 那個所謂的他的得票的結果 跟他開票的結果 大概國民黨黨中央 很難不面對一場大怒火的反擊 那個大怒火的反擊 是來自於國民黨的黨內 那所以首先我們先談到李梅真 李梅真現在是讓國民黨黨中央 終於認識這是怎麼樣的候選人 所以講這句話的時候表示什麼呢 國民黨黨中央 從黨主席江啟成跟秘書長李乾隆 他們都沒有認清楚 李梅真是什麼樣的候選人 所以他們現在發現 李梅真的三大特質 哪三大特質 第一大特質 他們發現李梅真的發言會自帶火藥 什麼叫自帶火藥呢 他覺得他發言很無害 但是呢這個他的發言就會引起很多人 聽了之後就覺得你莫名其妙啊 你在講的政策政見 你自己都不懂啊 你連你侵權你都不知道啊 像這個就叫自帶火藥 但他的自帶火藥呢 不是只有燒到自己而已 他是也燒到國民黨 他是激起整個國民黨的 引起社會的反感 可是你去看喔 江啟成他們之所以覺得說 我提李梅真出來 有個初衷是覺得說 他可以去吸納年輕選票嘛 因為長得反正臉孔看起來 就相對於國民黨的平均年齡他比較輕嘛 因為不知道國民黨平均年齡比較老啊 所以李梅真的那個41歲 他要告訴大家說 他是個女孩的年紀的時候呢 在國民黨內可能是通的啦 所以他們本來覺得他可以帶來年輕選票啊 但問題是當你發現這個人會自帶火藥了之後 一切就不對勁了 因為表示說他講話的狀況不符合我們理解的人情事故嘛 會得罪人嘛 所以你發現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有突然丟出這麼一則新聞說 李梅真有媒體恐懼症 他在講李梅真有媒體恐懼症 其實他要講的是 他常常發言都不恰當嘛 私下我們兩個講話都很正常啊 遇到媒體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就不正常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李梅真他真的平常就不是人懂人情事故嘛 那他講這個話你再去對照現在傳出來的其他新聞說 李梅真在高雄市議會跟其他的議員之間人緣不好 這兩個之間連動在一起說不懂人情事故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更接近事實 這是第一點 國民黨發現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是發現李梅真真的不守政策啦 就是你真的跟他講一大堆政策 比如說你跟他講十分 他最後只記得一兩分 然後接受媒體訪問或是上節目的時候 一講錯又自爆了 因為他只知道一兩分而已啊 這個狀況跟韓國瑜像不像 很像啊 韓國瑜當初我們有沒有講過 他曾經一度呢也是對政策實在是不行啊 他那個國政顧問團 對韓國瑜也是沒責 因為一講了就自爆 一講就講錯 然後一講了就得罪人 被人家說歧視 從歧視我們講說這個移工啊 到歧視女性 不斷的踩到地雷嘛 所以有一陣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國政顧問團呢 把這個講政策的對象 從韓國瑜身上轉到李佳芬身上 因為想說至少李佳芬好像比韓國瑜 聽得懂公共政策 那這個情況現在在李梅珍身上一樣發生耶 可是你不能叫李梅珍先生 出來幫李梅珍講政策吧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你跟他講越多的政策呢 他可能自爆的情況越嚴重 所以這時候要怎麼樣 最好讓他冷處理 所謂的冷處理是說 不要忘了 國民黨除了高雄市黨補選這一局之外 他還有個議長的補選耶 這個議長的補選 跟市長的補選對國民黨來講 我如果兩件事情扯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時候 這會弄不清嘛 所以顧議長優先 這補選這一局 市長補選這一局 你不要來亂就好了啦 就是你不要弄到 到最後兩邊都連動 那國民黨議員連在投票的時候 都覺得很彆扭 那情況就很慘嘛 所以他們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國民黨中央 有一點放生李梅珍的味道 就覺得好像在冷處理 李梅珍的選情 然後你看上個禮拜六 他要辦一個大造勢 結果你看國民黨的縣市長裡面 也只有徐正衛到縣長去啊 其他也沒有來嘛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 你們講說沒有跟他做切割 沒有做冷處理 在外人看起來就是有啊 立委啊當地的市議員 都來不到一半喔 對啊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你會發現他對國民黨來講 很明顯就有這種 我們說他的發言 會引爆到國民黨跟著爆嘛 那第三個其實他比較嚴重的是什麼呢 你去看李梅珍今天他在那個節目上說講話內容 李梅珍其實前面主持人給他三分鐘的時間喔 他三分鐘的時間呢 他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李梅珍說 他的選舉選到現在是倒吃甘蔗 因為他現在有知名度 他發現他知名度好高啊 到處都認識他 然後他說現在那些婆婆媽看到他的時候呢 還會來跟他打氣喔 而且多誇張呢 他說同一個場合對不對 其他候選人來過了 結果呢 其那個現場的民眾看到李梅珍的反應 比其他候選人更大 他們都告訴李梅珍說你千萬不要退選 你要堅持下去 他很開心喔 我本來以為他在反諷耶 沒有他很開心 他說他現在是倒吃甘蔗啊 他是真心的開心喔 對啊 他甘蔗現在吃到後面比較甜的部分啊 所以你從李梅珍所講出來的話 會發現他用倒吃甘蔗的形容 他活的這個平行時空跟我們不一樣嘛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呢 他還講了一件事情喔 他說現在社會有太多不公不義 這些人都希望來透過我李梅珍告訴我李梅珍 然後把這些不公不義傳達出來 欸你知道我現在講的是他引爆國民黨 第三件最頭痛的事情就叫不公不義 論文事件就是一個標準的引發年輕人 不公不義那種剝奪感很嚴重的事件 因為人家正常一般年輕人寫碩士論文 是很辛苦的嘛 有人還為了寫碩士論文 老師還跟他說不行 你這樣兩年並不了業 我要拗你第三年 你要多一年才能夠畢業 有些年輕人敢論文是趕到這種程度喔 每天趕到昏天暗地喔 結果呢李梅珍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取得了碩士學位 論文也過了 現在看起來論文好像就也不是自己寫的 也很不熟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花錢就可以拿到學位 花錢就可以拿到論文 我問你對認真打拼的這些年輕人來講 剝奪感重不重 很重嘛 那這就是最大不公不義嘛 但是今天竟然是有李梅珍的嘴巴 告訴大家說 這社會太多不公不義 我要幫他們把不公不義講出來 你不覺得這裡面反鳳的味道很重嗎 那回過來講李梅珍這三個特質 都會讓國民黨黨中央認為說 這個時間最怕什麼 不但跟原始要挖年輕選票的動機不一樣 現在更怕他波及國民黨的年輕支持度 一直往下降 本來在這次大選裡面 這次補選裡面 我們其實從幾次民調都看到 一個現象 這個投票意願都不高 坦白說就能夠撐到四成投票率 我們都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李梅珍的論文事件 到李梅珍的婆婆講胸部的事件 他等於是在幫幫忙添彩火 你讓選民找到一個新的投票的動機 那如果今天我講的教訓李梅珍這五個字 他在選民裡面真的成形的話 你去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於選民來講 多了投票出來的動機 他多了一個覺得說 我再怎麼樣 這個論文事件 我都不能讓你把我當笨蛋 你論文事件都沒有交代 你是不是找槍手寫的 整件事情都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然後你們就想說 呼呼欸事情不是到此結束了嗎 從王玉銘的講話 到底每一天講話都這樣 都覺得這事情已經過了 可是你想想看 整個事情都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是找槍手寫的 不是找槍手寫的 也沒有交代得很完整 那這個時間你就告訴大家嘛 那這事情就這樣過了嗎 也不是啊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現在處理的模式 真的就是 只打他自己想打的東西 其他人講的呢 我當作都沒聽到 所以才會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嘛 今天的節目李梅珍還講說 他是倒吃甘蔗 他今天還講說 他要幫忙發輸這些不公不義 所以你怎麼看 你都覺得李梅珍這場選戰打到後面 因為我們講的教訓這兩次打出來的時候呢 這場選戰的後面呢 搞不好就熱起來了